马内特医生的手稿一读完,法庭里就爆发出一片可怕的喧嚣声,是渴望与急切的喧嚣,喧嚣中除了写字之外,别的话都听不清楚。 这一番叙述,唤起了那个时代最强烈的复仇情绪,这种情绪的锋芒所向,是没有一个人头不会落地的。 当初在巴士底域缴获的纪念品都曾被抬着游行,而德巴尔夫妇却把这份手稿隐藏起来,觅而不宣,等待时机。 这是为什么?可是这样的法庭和这样的听众对于这个问题是不想追究的。 这个受人憎恨的家族的名字,长期以来就受到圣案托弯的诅咒,而且被列入了死亡名单,这也是用不着追究的。 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人的德性和功勋,能够在那一天的那个地方抵挡得住那样的控诉的冲击。 使那注定要灭亡的人特别倒霉的是,那控诉他的人是一个声望很高的公民,是他自己的亲密朋友,是他妻子的父亲。 人群的一个疯狂理想,是仿效一种颇有问题的古代道德,以自我牺牲作为人民祭坛上的祭品。 因此,厅长便说,那善良的医生,是会因为根除了一个令人憎恶的贵族家庭,而更加受到共和国尊敬的。 他无疑会因为把他的女儿变作寡妇,把外孙变作孤儿,而感到一种神圣的光荣和快乐。 厅长如果不这么说,他的脑袋在他的肩上也是保不住的。 这番话唤起了一片疯狂的激动和爱国的狂热,此时人类的同情已经荡然无存了。 德瓦尔太太对复仇女神笑着说, 那医生在他周围不是很有影响吗? 现在你来救他吧,医生,来救他吧! 陪审团员每投一票,便掀起一片鼓噪。 一票,又一票,鼓噪又鼓噪。 全票通过。 从心灵到血统的贵族,共和国的敌人,臭名昭著的人民压迫者,押回附属监狱,在二十四小时之内,执行死刑。 像这样被无辜判处死刑者的悲惨的妻子,一听见判决就倒下去了,仿佛受了致命的创伤。 但是,他一声也没有响,他心里的声音告诉他,在丈夫痛苦的时候,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能够支持他,他绝不能再增添他爱人的痛苦。 这个念头,让Lucy从打击之下迅速地站了起来。 法官们要到外面去参加公众游行,下面的审判延期了。 法庭里的人从几道门迅速地往外走,喧闹和行动还没有结束。 Lucy便起立向丈夫伸出了双臂,脸上只有挚爱和安慰,没有别的。 他喊道, 哦,但愿我能碰一碰他,但愿我能拥抱他一次,哦,善良的公民们,希望你们能够这样深刻地同情我们。 人们全都上街看热闹去了,只剩下一个典狱官和昨晚来提犯人四个人当中的两个,还有一个是巴萨。 巴萨对剩下的人说,就让他拥抱他去吧,也不过就一会儿功夫。 没人说话,默认了。 他们让Lucy穿过法庭座位来到一个高企的地方,囚犯在那儿可以从被告席弯过身子来拥抱他的妻子。 Lucy的丈夫把他搂在胸前深情地说, 再见了,我灵魂中亲爱的宝贝,我给我的爱人临别的祝福,在厌倦的人们偿面的地方,我们还会再见的。 哦,我能受得住,亲爱的查尔斯,我有上天的支持,不要因为我而痛苦,来给我们的孩子一个临别的祝福吧。 哦,我通过你祝福他,我通过你亲吻他,我通过你向他告别。 哦,我的丈夫。 哦,不,再待一会儿,别走。 哦,我们俩分手不会久的,我觉得这件事不久就会使我心碎而死,但是只要我还能行,我就要履行我的职责。 等到我离开女儿的时候,上帝已经培养出了他的朋友,为了我,上帝就曾经这样做过。 露西的父亲已经跟了上来,他几乎要在两人面前跪下,但是达尔内伸出一只手拉住了他,叫道。 不,不,不,你做过什么? 你做过什么?你为什么要向我们跪下? 我们现在才明白了你那时的斗争有多么痛苦,我们现在才明白了你在怀疑,而且知道了我的家事的时候受了多大的折磨。 我现在才明白了,你为他的缘故,跟发自天性的憎恶做了多少年的斗争,而且克服了他。 我们用整个的心,全部的爱和孝顺来感谢您,愿上天保佑您。 医生的唯一回答,是双手插进满头白发,搅着头发,发出惨叫。 那囚徒深情地说,不可能有别的结果的,目前的结局是各种因素造成的,是命中注定的。 最初把我带到你身边的,是我完成王母遗愿的无法成功的努力,内儿的罪恶绝对产生不了善果。 就其本质而言,内儿不幸地开头,是不可能产生什么幸运的结尾的。 哦,请不要难过,原谅我吧,上天保佑你。 达尔内被带走了,他的妻子放了手,站在那儿望着他,双手合十,像是在祈祷,脸上却泛出了光彩,甚至绽放出一种安慰的微笑。 在达尔内从囚徒进出的门出去之后,露西转过身来,把头靠在父亲的胸前,打算跟他说话,可是却晕倒在父亲的脚下。 这时候,西德尼·卡尔顿走上前来,扶起了露西。 她是从一个僻静的角落出来的,一直就在那儿,没有离开过。 当时,只有露西的父亲和罗瑞先生跟她在一起。 卡尔顿的手臂掺起露西的时候,颤抖着,并且扶住了她的头。 但是,卡尔顿的脸上却有一种并非完全是怜悯的神器,其中泛着骄傲的红韵。 她说, 我抱她上马车去好不好,我不会觉得她重的。 卡尔顿轻轻地抱起露西,来到门外,温柔地放进了一辆马车。 露西的父亲和他们的老朋友也上了车,卡尔顿坐在马车夫的旁边。 他们来到了大门口。 几个小时以前,他们来到了大门口。 几个小时以前,卡尔顿还曾经在这儿的黑暗中流连过, 想象过哪些粗糙的石头是露西亲爱的脚踩过的。 她又抱起露西,上了楼,进入了他们的房间,放到了床上。 露西的孩子和普罗斯小姐在露西身边哭了起来。 卡尔顿轻声地对普罗斯小姐说。 哦,别叫醒她,这样还好些。 她不过是晕过去了,别催她恢复知觉吧。 这时,小露西哭着出来,叫着跳起来,用两臂热烈地搂着卡尔顿的脖子。 哦,卡尔顿,卡尔顿,亲爱的卡尔顿,现在你来了,我想你会有办法帮助妈妈和救出爸爸的。 你看看她吧,亲爱的卡尔顿,在这么多爱她的人中,你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这样吗? 卡尔顿对孩子弯下身去,把小露西那娇艳的面颊靠着自己的脸,然后轻轻放开了她,望着她昏迷的母亲。 她说,在我离开之前,我可以亲近她吗? 事后,他们记得,在卡尔顿弯下身子,用双唇碰着露西的脸的时候,曾经轻轻地说了几个字。 当时,离她最近的孩子曾告诉他们,她听见卡尔顿说的是你所爱的生命。 这话,在孩子自己做了祖母之后,也还讲给孙子们听。 卡尔顿来到隔壁的房间,她突然转过身,面对着跟在后面的罗瑞先生和露西的父亲,并且对医生说。 曼奈特医生,就是在昨天你还很有影响,现在至少还可以试试你的影响。 法官和当权的人对你都很友好,也很承认你的贡献,是吗? 露西的父亲沉痛而缓慢地回答说。 是的,跟查尔斯有关的事情,他们从不曾隐瞒过我。 我曾得到过很坚决的保证,一定能救他,而且也救出了他。 那么,再试试吧,从现在到明天下午时间已经不多了,但是不妨一试。 我打算试试,我是片刻也不会停止的。 我见过,具有像你这样活动能力的人,做出过不少了不起的大事。 我马上去找检察长和庭长,我还要去找别的人,他们的性命还是不说得好,我还要写信。 慢着慢着,街上再搞庆祝会,在天黑之前,怕是谁也找不到的。 啊,这倒也是真的。 哦,行了,原本不过是个渺茫的希望,拖到天黑,也未必会更渺茫。 我很想知道你的进展情况,不过请记住,我不抱任何奢望。 你什么时候可以跟这些可怕的权势人物见面呢,医生? 我希望天一黑就见到,从现在算起,一两个钟头之后。 四点一过,天就黑了,我们不妨再延长一两个小时。 如果我九点到罗瑞先生那儿,能够从他,或者是你自己那儿,听到进展的情况吗? 我想是可以的。 那么,祝您顺利。 罗瑞先生跟着Sydney来到外面的大门口。 在Sydney离开的时候,罗瑞先生拍了拍他的肩膀,让他转过身来。 罗瑞先生放低了嗓子,悲伤地说。 我,我不抱希望。 是,我也不抱希望。 即使这些人里,有个把人想宽恕他,甚至是全体都想宽恕他,哦,这是向入非非的。 因为他的生命,或是任何其他人的生命,跟他们有什么相干呢? 是的,我也怀疑。 我在那片喧嚣之中,仿佛听到了斧头落下的声音。 罗瑞先生一只手撑住门框,低头把脸靠在手上。 喀尔顿极其轻柔地说。 别灰心,别悲伤。 我也用这个意思鼓励过医生。 因为我感到了某一天对露西可能是一种安慰,否则,他可能认为达尔内的生命是被人随意抛弃了的,浪费了的,因而会感到痛苦的。 噢,是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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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你说得不错,但是他会死的,真正的希望并不存在。 是的,他会死的,真正的希望并不存在。 喀尔顿应声回答着,然后,他踏着坚定的步子,走下楼去。 西德尼·喀尔顿在街头站住了,他不知道该往哪儿走,他想。 九点钟在特尔森银行大厦见面,我在这个时候去泡头露面一番好不好呢? 哼,我看不错,最好是让他们知道,这儿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存在。 这种预防措施是大有好处的,也许是必要的准备,不过,还是要小心为上,小心为上,我得仔细想想。 他正往一个目标走过去,却打住了,走上了已经黑下来的街道。 他拐了一两个弯,掂量着心理想法的可能后果。 他肯定了自己第一个印象,终于下定了决心。 最好是,让这些人知道,这儿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。 于是,他转过身,往圣安托湾区走去。 那一天,德瓦日曾说明,他是圣安托湾郊区的酒店老板。 熟悉那城市的人,是不必打听,就能够找到他那房子的。 弄清了那所屋子的位置之后,卡尔顿先生从狭窄的街道走出来,到一家小吃店用了晚餐,吃完饭就睡着了。 多少年来,他是第一次没有喝烈性酒。 从昨晚至今,他只喝了一点度数不高的淡酒。 昨天晚上,他已经把白兰蒂,缓缓地倒进了罗瑞先生家的壁炉里,仿佛从此跟他一刀两断了。 等他一觉醒来,头脑清醒,已经是七点钟,他又上了街。 在去圣安托湾的路上,他在一家橱窗前站了站,那儿有一面镜子。 他略微整了整,他歪斜的蝴蝶结,外衣领子和碰乱的头发,然后便静止来到德瓦尔酒店,走了进去。 店里碰巧没有顾客,只有那手指老抓挠着,声音低沉的压克三号。 这个人他在陪审团里见过,此时正站在小柜台前喝酒,跟德瓦尔夫妇聊着天。 复仇女神也像这家酒店的正式成员一样,跟他们在一起谈话。 卡尔顿走进店里坐下,用很蹩脚的法语要了少量的酒。 德瓦尔太太随便看了他一眼,随即仔细地瞧了瞧他,然后又仔细打量了他一会儿。 最后,德瓦尔太太索性亲自走到他面前,问他要点什么。 卡尔顿重复了他已经说过的话。 德瓦尔太太疑问地扬起了他乌黑的眉毛,问道, 你是英国人? 卡尔顿看着德瓦尔太太,仿佛这个法国字也费了他好大的功夫才能听懂似的。 然后,带着刚才那种强烈的外国调子回答道, 是的,太太,是的,我是英国人。 德瓦尔太太回到柜台去取酒。 在卡尔顿拿起了一张雅各宾党的报纸, 装出吃力地读着猜测着他的意思的时候, 他听见那女人说, 哦,我向你发誓,他可真像艾弗瑞蒙的。 德瓦尔给卡尔顿送上酒,说了声, 晚上好。 嗯,什么? 晚上好。 啊,晚上好,公民。 嗯,好酒。 来,为共和国干杯。 德瓦尔回到柜台边,对他的妻子说。 嗯,确实有点像。 老板娘板起面孔。 不,我说很像。 亚克三号稀释宁人地说。 那是因为你心里老挂着那个人, 你明白吗,老板娘。 复仇女神快活地笑着说。 啊,不错,说得对, 你满心欢喜地等着明天跟他再见一面呢。 卡尔顿用手指,慢慢地指着报纸,全神贯注,一字一行地苦读着。 那几个人胳膊放在柜台上,挤在一起低声地交谈。 他们只顾端向他,沉默了好一会儿,没有干扰他对雅各宾派报纸编辑的专心,然后又谈了起来。 亚克三号说道。 老板娘说得对,我们干嘛要到此为止,还有很大潜力的,干嘛要到此为止。 德瓦尔却说。 好了,好了,总得到一个地方为止吧,那么到什么地方为止呢? 到斩草除根为止。 嗯,太好了。 嗯,斩草除根是个好理论,老婆。 大体来说,我并不反对,但是这位医生受了太多的苦,他今天的情况你是看见的,在宣读手稿的时候,你也观察过他的脸。 哼,我观察过他的脸,是的,我观察过他的脸。 我观察出他那张脸,不是共和国的真正朋友的脸,对他那张脸,他还是小心为好。 哦,老婆,你也观察到了他女儿的痛苦,这对医生来说,也是一种可怕的折磨呢。 哼,我观察过他的女儿,不错,我观察过他的女儿,不止一次地观察过。 我今天观察过,其他的时候也观察过。 我在法庭里观察过,在监狱旁的街道上,我也观察过。 我只需要举起一个手指头。 德巴尔太太举起了手指头,哒的一声,砍在前面的货架上,仿佛就像是斧头砍下来一样。